步行的好处 首先,步行能增强心脏功能,使心脏跳动慢而有力。 对于心脏而言,步行能够扩张冠状动脉血管,从而促进侧脂循环形成,增加心脏的氧气供应量,改善心肌缺解。 再者,步行运动可以使心脏比加厚,使心肌发达,增强心脏的收缩能力,增加心脏泵血功能,使每次收缩泊出的血量大大增加。 这样,心脏放松时间相对延长,心脏得到适度休息,功能得到改善和提高。 第二,步行能增强血管弹性,控制血压,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 还能减少血凝快的形成,减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 数据统计,每走一步,可推动人体50%的血流动起来,达到活血化瘀的目的。 步行过程中,可挤压人体50%的血管,是简单的血管体操。 和血压正常高的组比较,步行运动,科使人的收缩压下降6毫米拱住,舒张压下降4毫米拱住。 从流行病学观点看,经此一项,极能使脑促重减少30%。 第三,步行能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保持人体的形体美。 步行可减少肝油三肢和胆固醇在动脉壁上的聚积, 也能减少血糖转化成肝油三肢的机会,帮助血脂的降低, 同时也就增强了血管的收缩和扩张功能。 美国最新研究表明,适当有效的步行可以明显降低血脂,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防止关心病。 步行对于高血脂的人来说,不仅是强身健体,更可以治疗疾病。 第四,坚持步行运动有利于燃烧大量血液中的葡萄糖, 加强糖代谢的调节和葡萄糖的利用率, 从而降低血糖和尿糖,尤其是快步走的话, 还能有效减轻体重,增加体内组织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减少胰岛素需求量。 有研究表明,一星期坚持三天, 每天在30分钟内步行三公里, 糖尿病的发病率可降低25%, 每周坚持四天可降低33%, 每周五天则能降低42%。 第五,步行有利于关节健康。 与跑步相比,步行不仅对关节的压力小, 还能延缓关节功能衰退。 步行还能强健腿租、筋骨, 使关节灵活,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步行有助于润滑关节, 并可以降低膝盖和臀部等关节关节炎相关问题的风险。 步行,尤其是在不平坦的地形上, 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平衡、协调和敏捷性, 减少摔跤而导致骨骼与关节受伤的风险。 第六,步行能控制激素的产生, 过多的肾上腺素会引起动脉血管疾病。 步行可以控制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 有助于提高身体对环境的适应。 此外,出去走路多接触自然光线, 还有助于减少帮助睡眠的褪黑激素的产生, 也让你白天更有精神,更清醒。 步行可以增强消化线的分泌功能, 促进胃肠有规律的蠕动,增加食欲, 对于防止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 习惯性便秘等症状都有良好的作用。 第七,步行不仅是一种轻松的身体锻炼, 也对肺部健康有着显著的益处。 当步行时,身体的代谢活动加快, 这促使肺部吸入更多的氧气并排出二氧化碳。 这个过程不仅提高了肺部的工作效率, 还增强了其容量。 除了直接的肺功能改善, 散步还有助于减轻压力和改善心血管健康。 这些因素都间接地影响着肺部健康。 压力和心血管问题都可能导致呼吸困难, 而通过散步减轻这些问题, 可以进一步促进肺部健康。 更重要的是, 步行是一种可持续的运动形式, 适合所有年龄和体能水平的人。 它不需要特殊设备, 也不需要高强度的身体努力, 这使得它成为一种理想的, 对肺部有益的日常活动。 第八, 步行是一种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的健身方式, 可以缓解神经肌肉紧张。 据专家测定, 当烦躁, 焦虑的情绪涌向心头时, 以轻快的步伐散步15分钟左右, 即可缓解紧张, 稳定情绪。 每天哪怕是步行几分钟, 也能平息焦虑, 改善你的情绪。 如果你在大自然中散步, 效果会更明显。 许多研究表明, 这种环境在诸多方面都有益。 经常步行可以对抑郁、 焦虑、 多动症等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它还可以缓解压力, 提高记忆力, 提高睡眠质量, 提升整体情绪。 第九, 在户外新鲜空气中步行, 大脑思维活动变得清晰、 灵活, 可有效消除脑力疲劳, 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据有关专家测试, 每周步行三次, 每次一小时, 连续坚持四个月者 与不喜欢运动的人相比, 前者反应敏锐, 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 有利于大脑健康, 研究表明, 每周步行不少于9.6公里, 是预防大脑萎缩, 老年痴呆的方式之一。 走路不仅可以增加大脑体积, 也可以降低记忆力出现问题的几率。 第十, 步行可以增强免疫力, 预防疾病。 定期步行可以增强免疫系统, 降低感染性疾病的风险。 一些研究表明, 定期步行可以降低患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 如乳腺癌和结肠癌。 增强认知功能, 降低老年痴呆风险。 定期进行散步, 可以增加头脑思考的能力, 提高脑力劳动的效率。 对老年人, 走路能减缓认知能力下降, 降低患二次海默式正等疾病的风险。 总之, 步行的好处还有很多, 希望大家多多去步行。 请不吝点赞,